色彩繽紛的傳統服裝 搭配上華麗的配件 社區長輩穿著泰國傳統服裝 臉上的笑容藏不住興奮與喜悅 更直呼第一次嘗試這樣的打扮 感覺好特別 感覺得很興奮 難得有這個機會 剛好姐妹來這邊幫我們穿 讓我們體會一下 第一次穿泰國裝 然後感覺很開心 大家一起文化做交流 很讚 位在男子的翠平社區 與新住民母語文化教育服務協會合作 為社區帶來傳統泰國服飾 以及在地特色點心 希望能夠讓更多民眾了解泰國文化 現場泰國姐妹更帶著里長與里民 共同跳起泰國傳統舞蹈 現場氣氛熱鬧歡騰 我們準備了一些節目 來跟社區長輩還有朋友 大家一起活動 讓社區的長輩及朋友 來穿泰國的服裝來體驗一下當一日的泰國 泰國姑娘 我們翠平社區就是一個多元文化的社區 我們這裡有大概五千位外籍移工 正好也符合我們翠平社區的一個多元文化 很高興新住民的社區文化能夠在這邊交流 很高興認識我們這些泰國的朋友 翠平立長陳文智表示 在里內其實也有許多新住民朋友 希望透過這樣的活動 讓大家可以彼此認識互相交流 也能體驗異國不一樣的文化特色 記者金獻忠 潘文鈺 高雄報導 叫掌聲吿 兩個禮物 她分享台灣文化特色 琴 诶